主播苏黎二台风风尽不容小区 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嘉义县的交流到这里 以铝合金打造的这个公共艺术 硬身也是被蓝腰给吹断 而其实这个艺术品是嘉义县政府在今年 耗资1000万元打造的一个珍贵的嘉义起飞 是由公路总局出经费委托政府设计来施工 全部的身体是用铝合金材质制作 这个高度有21公尺 不过是因为受到这一次苏黎二台风的影响 风力实在是太强劲了 加上这个嘉义市区的雨也是下个不停 也因此这个公共艺术的造景 以蓝腹贤为主题作为异项设计 这个头也是硬身断裂了 不过这个总价值的设计造价将近是1000万元 目前恐怕是台风来袭所造成公共建设中 损失最贵的一项单一件物 不幸好是断掉了这个公共设施 并没有压伤人 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在远镜头交换给彭内博 不过